大家好 马六甲又重新解封了 一切又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秩序 刚送完我女儿去上学 我们现在准备去喝点早茶 那我们今天去的是 当地人全部是当地人的一家早茶店 那我们去看看马六甲的早茶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就是这家早茶店的名字 现在里面人不少 我们先找个位置 往登记一下 闻到这个味道 突然觉得好饿 这边 虾脚有吗 这个 这个这个不要 这个这个 对 带你看要什么 这个不要 凤爪要吗 来一个凤爪 啊 这卤的 那我这卤的啊 这又排的 又这卤的啊 这酸甜要吗 酸甜的肉的 排骨 排骨 嗯 我们要猪肠粉 粥 啊不 猪肠粉 哦要一个粥 啊一个粥 谢谢 但是现在还有别人吗 啊等会儿 今天不要啊 谢谢 有大包吗 有 拿一个大包 啊对 大包 可以啊 好谢谢 这个要吗 拿个这个是什么 萝卜糕吗 啊 谢谢啊 萝卜糕 啊拿个这个吧 可以 好可以了 谢谢 这什么 这是皮蛋收的粥 是吧 哇 这粥 看一看一看一看 咬一勺看一下 哇 好像是不错 皮蛋收的粥 是的 我们点了一个 待会儿要点一个虾脚 凤爪 这个是也是 肉丸 萝卜糕 这是他们的大包 这大包的话 我拿个筷子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馅料 满满的馅料 哇 是不是 是超级厉害 是超级厉害 这皮很薄 然后里面还有 看一下这个 这个大包 是不是超级厉害 完满的馅料 那我现在先尝一尝 味道很不错 有蘸料吗 随便都辣 什么 什么东西啊 这是 糯米鸡 糯米鸡要吧 红色 糯米鸡 来一个 来一个 又加了一个糯米鸡 又加了一个糯米鸡 好烫 嗯 嗯 嗯 很香 在一起 跟糯米也不在一起 嗯 糯米很香 嗯 这冷的吗 有 酸很好 这真的 哦 这真的是吧 好了 多了 真的 嗯 我感觉如果一个女生的话 在一个一个包子吃下去就已经很薄了 这包子超大 看看这个凤爪也是真的非常的糯 豆沙 豆沙的 是吧 豆沙 绿豆沙的 好吃很好吃啊 很好吃 吃很多点 没有很多 有 有咸 有甜 我们看当地的马热甲的华人都是非常 非常悠闲的 在这边边吃边聊 我们也要适应这样慢慢的生活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吃早餐的 最多就是打包带走以后在地铁上或者在上班的路上吃 非常的匆忙 在这边我们要好好享受这个慢慢的生活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全部在蒸出来的各式各样的糕点 二 四 六 七八个蒸 蒸笼在蒸 这边加水都是自助的 点一壶茶可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慢慢喝 慢慢吃 慢慢聊 慢慢吃慢慢聊 你做的时间长了或者是点了东西少了就会有不停有服务员过来问你需要点什么 那给人感觉特别不好 嗯 嗯 在这边进行一点一个最便宜的饮料或者 嗯 甚至不点什么 你坐在这边也不会有人过来问你这样的问题 给人感觉特别好 我感觉这家早茶店应该也有几十历史了吧 整个庄整个庄是就给人感觉非常有马六甲的感觉 嗯 就是那种 爷爷吃完爸爸吃了 爸爸吃完儿子吃就是这样 几代人都是在同样的这种环境里面长大的 其实到一个地方吃东西 味道其实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的是吃的是一种怀旧的一种情感 这种环境的味道也对你是非常好 对 这种环境的味道也对你是非常好 老板你什么茶 一香片 二十五块三 二十五块三 二十五啊 你能写一个竿子给我吗 我拍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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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让老板过来买单了 基本上全吃完了 看看我们这个单是多少钱 大包糯米鸡都是三块五个 草料草料是萝卜糕 三块五 点心小盘的点心是两块七 一共是二十五块三 老板收了我们二十五块 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挺实惠的 把位置留给后面排队的 那我现在转一圈看看我们这边的一个环境 基本上都是坐满的 生意真的是非常好 好 你来玩 谢谢 往哪边走 往哪边走 好 谢谢 门口的小妹也很可爱 走 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家 这里如果位置的话 大家可以看我的说明里面会有它的位置 这里停车不是很方便 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把车停到相对外面一点 如果挤到里面的话位置还是比较小的 进去出来都不是很方便 我们把车停在马路边上 这一块停车位 那相对来说宽敞一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小心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干什么 连